欢迎大家来参加 如何办线上工作坊的线上工作坊 一个非常老口的一个名字 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蛮多的社群活动都必须要改成线上来举办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们危机社群这边已经有至少五个活动 从原本的实体活动转成线上的活动 在这之间已经实作了三到四次的编辑聚会 每一次的编辑聚会其实都有一些问题 或是都有一些 回应说声音断断续续的 我听起来还OK 你听起来还OK吗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再讲 再打字或者是再讲一下 那今天会从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 实作的一个成功大学历史系的一个 微学分课程 那这个微学分课程原本是 以实体的方式进行 就是信息安排以及操作 那直到我们五月中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才临时改成这个线上操作的部分 那这个是前面半小时会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后面的半小时会邀请这个G0V救收团的 以杰跟贝斯来分享一下 G0V黑客松从去年 去年刚开始我们有两次的在家黑客松 那今年接下来又6月26号又要有一次的在家黑客松 那请他们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在线上做黑客松的一些经验 以及也回馈一下 就是说我们过去危机在操作这个线上课程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到了第三个环节 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线上的活动 那有没有参加过线上的工作方 如果有的话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或许大家可以在讨论的时候 把这些困难都列举起来 然后我们作为主办方的角色 去想象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可以操作的解决方式 然后来解决一下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有课程的共笔 大家应该都有收到 这样有看到共笔吗 有但可能要放大一点 可能要放大一点 这样足够大吗 OK 好那我一些文件就会直接都放在共笔上面 直接分享给大家 有点尴尬没有双萤幕 所以没办法看到左边大家的回复 我这边拿两个我们在成大操作的微学分课程来做一个比较 以及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我们在操作微学分课程的时候 在做的事情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我们其实在过去两年来 我们已经跟成功大学历史系 操作了两次的微学分课程 那首先先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微学分 微学分是微小的微 在这边三个字 微学分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密集的课程 那它不是学期课 它可能是两天或是三四天的工作坊 那依照实际的学识去核发这个学分 那以我们这次操作的微学分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操作18个小时 那来上这18小时课的同学 就可以得到一学分 这个是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微学分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操作了第一次 维基融入历史教学微学分 那那一次它是一个双天的工作坊 5月30号跟5月31号 那因为我们要达到认定学分18个小时 所以它的课程的安排 是从每天早上的8点开 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半开始 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 那在去年实体的工作坊时 我们早上8点半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些简单的开场 跟我们很常见的这个自我介绍的环节 那后面就会是进入到基础的写作教学 那在我们去年的操作 我们是指导大家写作这个维基百科 那我们在当时就是在上午的时候 进行简单的课程介绍以及教学 下午的时候都是同学们自由写作 然后有老师们去巡查 同学撰写的状况 那简单讲大家就可以想象 是一个围棋两天的一个编辑松 一直都在写就对了 那这个然后呢 在下午写完之后呢 会安排一些课程给同学们 就是让安排一些课程 补充一些相关的知识 包含我们在这边有进行这个 著作权跟CC授权的介绍 那还有那个危机数据的介绍跟操作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下午安排的一些课程 那在课程安排 在编写之间安排课程 是为了让同学就是 我们那时候这样子安排 是因为让同学可以稍微回魂一下 就是不会觉得一直都在撰写 很累 那同样的我们也像 G0V的黑客送一样 我们也是安排从中午提供午餐 下午也提供点心 不过没有提供晚餐 那同学们在写作之间可以自由走动 然后去拿取一些点心 那原本我们在第二学期的课程的安排 其实是相似的 2021年的危机融入历史教学2.0 其实安排是类似的 整个课程安排是类似的 那只是说我们从原本的危机百科写作 改成变成是Wiki Data写作 那我们原本的安排 也是有在纳入这个讲座 以及这个活动 就是课程的介绍 那详细的课程流程 可以看到这张表 我很好奇 现在大家投影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蛮清楚 就是一张表 5月29、5月30日工作房课程表 太棒了 他有分享到这一页 那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拍出来的表 那这边来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安排的表的流程 就是一样早上8点半开始 礼拜六早上上导吧 真的是有点困难 那它上面的课程 就是先安排了一场基础讲座 然后简介 然后一些 然后再来是一些基础概念讲解 然后接下来是实作 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review的 就是有一个资料编辑回顾 在这里 那在原本的安排 就是这一个 课程表跟原本的 就是这个是线上课程的课程表 它跟原本的课程表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首先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原本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每一堂课中间 其实休息时间是 拉得比较长的 然后呢 我们其实是有留一些 那个中间的缓冲时间 那包含像是这边的 Wikita讲解跟报纸资料库讲解 原本可能是拆得更善的 然后再来就是 在下面的这个点评时间 有没有 在点评时间跟下面的这个回顾时间 原本的设计上面 会有那个台下 让同学跟老师各自讨论的流程在里面 那可是在后来转成线上之后 我们发现要实作 让同学跟老师自由讨论的这一个环节 会相对比较困难 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拆分出这样子的环节 那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次成大操作这个课程的时候 它有几个比较 我至少是跟我以前参加的活动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他们虽然是 他们有使用付费版的WebEx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学校的要求 就是他们会要求学生在每一堂课的时候 都去不同的会议室 那那个工作人员 在这边后面有工作人员 那在工作人员会在每一堂课结束的时候 强势关闭会议室 然后同时在课程开始前去开启这个会议室 那在 我有去询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那他们的回答是 因为这个WebEx有跟他们线上课程的这个点名系统绑定 也就是说你有进来这个会议室 就还有算说有到这个课程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有在想说 那我们其实会我们其实不希望让同学就是都挂在线上 都挂在线上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在压缩一点点那个课程的长度 就是每一堂课其实原本 原本我们这个资料编辑时做讨论 跟这个阶段性资料编辑回顾 其实我们原本是没有分拆的 它原本是一起的 那后来我们是有去分拆它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好处是 虽然有时候老师可能讲课讲 就是如果老师不小心时间超过了 他可能讲课讲到一半 就会要弹性的先中间咔一下 但是它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去确保 在每一堂课的时候 同学都有能 就是有知道说 其实这堂课已经下课 然后或者是说 它不是单纯只是在那边挂机 它是真的在那边 然后下线 它就在顺时上线 去做这个课程的签导 那这个是 这个课程有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边也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维基的这个编辑的课程 它其实是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有点像作文课 无论你是在写Wikidata 还是写Wikipedia 你可以想象成它是有一种 作文课的感觉 那你作文课的感觉的话 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老师 或是助教会下去寻一下说 同学们会不会有点迷茫 有点困难 那在我们过去去年的 这个实体工作方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达到的 我只要跟讲师 跟另外一个讲师 或是系上的老师 配合好说 我负责这间教室 那老师请你帮我负责另外一间教室 那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达到 那我们就可以下去寻 同学的进度 然后去做各自的这个 算一对一 或是一对二的一个辅导 但是在线上课程会比较困难 主要有几件事情是 一来是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也不是在电脑教室 我们不太能做到 就是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会去切你画面 把你的画面切给老师看 这种这件事情 那二来是我们其实有发现 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同学们的互动是比较降低的 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互动 但是那个互动是 我们看不到或是观察不到的 那这个样子我们其实很难真的发觉 同学们的这个上课的情形 或是学习吸收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环节是 在整个课程的进行中 也比较难去开启一种 老师跟同学们 就是可能数个同学 他们针对某个议题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在私底下 开启一个讨论 或者是就是在教室的某个角落 在那边围一圈讨论这件事情 那最后就是我们很难去及时 认知到同学们的编辑状态 那我们在这次的线上课程中 我们是怎么样去追踪 同学的编辑状态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维基有一个追踪的工具 可能那个 如果参加的是维基的伙伴 应该会知道这个编辑工具 就是叫做 Ult-Reach-Po 低分版 它虽然有点两光两光的 但是它至少 它至少有一些功能是我们 在这里面非常方便使用的 包含你可以让同学们来这边 上面签到 然后它会实时监测 同学在编辑的编辑状况 同时同学们编辑的任何的 条目它涉及到的条目 都会在这个上面 那你都可以点进去去寻差 那只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一个工具有时候 它绣斗绣斗 就是说 可能同学可能写了十条 可是这个系统它可能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当掉 还是怎么样 它可能只侦测到八条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去 去追踪同学的危机账号 我们还是可以去透过 追踪同学的危机账号 跟它的贡献列表 去了解说 它的编辑状况是什么 但是就变成说 这会是一个比较 人力需求上面 会更高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原本可能只需要 过去寻一下 过去寻一下 它实际的编辑过程 或者是你只要走到它旁边去 看一下它的一些画面 你就可以了解它的一些 编辑上面有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是以这个线上的话 变成说我们可能是要 每一个编辑者都去寻 或是每一个条目都去寻 去寻查它相关的编辑成果 有没有符合整体的 我们在课程中所要求的 流程跟目标 这个是两个很大的差别 那再来就是 我们在线上的课程中 也会发现那种 同学私下发问的那种状况 的情形比较少 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一天的课程 快要结束的时候 可能还有同学 有要问一些问题 然后他可能是 顺着某个问题在问出来的 或者是他是 当时没有办法 意识到那些问题的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在线上的时候 可能在跟学生互动上面 可能会遇到的几个状况 那最后是可以 最后再来是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们的回馈 其实2020年跟2021年 这两场实体跟线上 学生们的回馈 其实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线上这场 同学们觉得就是 一直坐在电脑前 是一件非常困难 而且辛苦的事情 而且因为在线上的 这样子的工作流程下 他可能自己不会去调配 可能自己不太会去调配 休息的时间 那在我们原本设定 这个工作方的时候 其实在自由写作 这个流程上面 我们其实会 让同学们可以去 自由写作 然后去 可能在教室里面 走动 或者是去拿个点心来吃 但是在 在线上的部分 他可能会因为他 工作环境的影响 可能无法很自由的 去控制 整个时间上面的调配 结果不小心就 在整个三个小时 的自由写作里面 他三个小时 都投入在写作上面 结果会导致 整个工作呈现一个 比较疲乏的状况 那到最后其实会 写的有点心烦意乱 这个是同学们 在线上课程的时候 给我们的一些些的回馈 那同时老师有提到说 因为比较没办法 直接跟学生 没办法直接观测到 学生在做的编辑 或是查询 所以没有办法 直接的给出 对学生比较好的一些建议 甚至有时候 发生的一个状况是 老师自己也会因为 界面或是电脑上面的 操作问题 而自己卡住 那有时候如果是电脑 或界面上面的操作问题 在远端的状况下 确实会比较困难 去进行协助 这个也是在 进行线上编辑 编辑的时候 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在我们的整个课程规划里面 在我们的课程规划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我还找不找到旧的 页面 可能还找不到 可能找不到 一时间找不到 没关系 就是 在原本的实体课程 设计上面 原本有一个环节是 希望 学员可以自己 携带资料 或是带着自己的主题 然后前来跟讲师 讨论 编辑的内容 那我们原本也是设计 这个会是一个 这个讨论的过程 是一个教学点 我们在课程概要里面 其实 有一个部分是 希望同学们可以 针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 进行一个分析跟实读 分析跟那个 应该说是分析跟那个解读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有考量到 就是说 当然Galor它有提供这个功能 但是就是 像是我们在WebEx上面 如果要真的去确保 同学之间的那个讨论 是顺畅的 或者是讨论之间的流程的话 可能就需要 共用到更多的人力 去确保说 可能每一个讨论室的 同学都是 有道的进度 在进行讨论 或者是对于有困难的同学 去进行一些辅导跟引导 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 很直接的要素 所以原本我们可能整个课程 讲师加上助教 可能只需要二到三位 但是如果说转成线上 我们可能会发现说 原本的师生比 可能可以到一个老师 去协助八个到九个 甚至十个学生 但是转成线上之后 师生比可能就会变成说 一个老师只有办法 协助四到五个 甚至更少的学生 因为老师需要更主动的 去从学生身上获得资讯 才有办法回馈给学生 去引导学生说 去达成我们课程的目标 然后同时太过于复杂 或者是比较抽象的 那个行动 或是课程目标 在整体的线上课程上面 也会比较难实现 因为同学在不同的上课环境 因为他那个上课的地方 可能不一样 他的专注度 是我们很难去观测到的 那实际上的那个状态 也很难观察到 所以在整个课程上面 会有这样子的调整 那最后其实学生有回馈我们说 其实整个课程到最后 可能有一点点 比较枯燥一点点 整个课程可能会相对 比较枯燥一点点 那这个也是我们 在这一次发现的问题 就是我们去把整个 让学生去做的行动目标 去把它做得更简单化 但是在时间操作下来的时候 可能反而会让学生觉得说 会相对比较无聊 就没有比较新的进展 在这里面 那最后是 最后还是可以 还是分享一下 就是线上课程的几个好处 很像是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的这个学员 这个上课的学员 是只有设定给成大学生 但是也因为转成线上之后 才有办法让校外人士 也一起参加 这个算是这个课程里面 因为转成线上 少数的好处之一 那剩下的其他 在我们最后的检讨之后 都会觉得 可能对于学生的学习品质来讲 整个线上的品质 是没有那么好的 不过我这边也是想要 跟选大家的意见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 这样子操作这种这么长 就是时间连续这么长的 一个工作坊 而且实在是非常密集的 两个九小时的工作坊 那也希望可以在今天的活动 希望可以寻求大家的分享 那也让我们可以来改进 我们之后线上的活动 许判的方式 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Alan 然后其实有一些表情符号可以按 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应该 蛮多人已经知道这个功能了 然后今天的报名就是很热络 所以今天现在有29个人一起参加 那我们先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们两位 就是我是乙杰 然后是G0V纠松团的成员 然后G0V纠松团 它是一个在G0V社群里面的工作小组 我们会负责举办每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 G0V黑客松 它就有点像是100个人的工作坊 就是今天这个规模变成100个人这样子 然后长度也是9个小时 以实体来说是9个小时 然后我们下礼拜的工作坊 呃的黑客松会是也是在Galertown 然后的就是现在 跟这个现在这个场地有点像 因为这个场地是 呃黑客松常常会举办的一个地点 是在中研院的资讯所里面 然后我们就特地盖了一个 跟他很像的场地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接下来换贝斯介绍一下 贝斯 G0V纠松团的贝斯 嗯然后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工作坊 然后呃接下来的话就是呃现在时间就是我们会稍微就是介绍一下 呃G0V纠松团之前办过的活动 然后就是也是就是一起回馈一下就是刚才Alan讲的内容 那因为呃我先来分享个萤幕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今天好像有很多都是就是可能不常参与线上活动的朋友 所以我就是稍微讲一下我之前就呃黑客松的做法 让我来分享个萤幕 这样有哦有好呃G0V呃我们是G0V纠松团 然后呃我们就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两个月会就是跟G0V社群的大家就是呃办就是跟大家一起办黑客松 那当然就是主要在规划很多事情的是G0V纠松团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都是在那个实体的呃呃中研院中研院资讯所办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虚拟的地方 我们把它就是我们就是按照实体的地方来来画的 然后我们就每两个月会办一次然后基本上每次都是实体上会有100多个人来参加 然后大家就是来就是呃这里有照片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现场 然后吃东西然后hacking然后我们有固定通常我们都有固定的行程就是从早上开始是提案的时间然后大家就会上台上台就是提说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提提然后提案完之后就自我介绍然后再就是呃分组开工就大家就是各自散开然后去哪东西吃然后跟hacking这样子 然后下午的话还有短奖跟冲锅报告以及还有我们就是呃在活动后我们都是也会就是建议大家都是到我们的就是select上就是我们是用select在做平常的联系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呃我们之前就是维持的模式就是呃会有实体活动但是大家平常就是在线上联系 但是就是就是在就是呃就是变成就是变成就是一切都变成虚拟之后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还是调整的蛮多的这样子那我换 呃然后就是这个就是 ga2个人就去做 artery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提案页面 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呃 factor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共笔就是把所有就是台销建的적大型都有一个大大的共笔就是把所有就是在帝国帝国帝国 wäre需要的子群方在这里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找到我们的购笔连结 就可以连接到就是当天黑客松需要的所有资讯 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黑客松就算平常就是大家是很盛常来参加 黑客松这样活动的人其实也会对就是黑客松 线上话这件事情感到很就是这个这个那个资讯爆炸 就是就是其实在黑客松现场的资讯就算是实体的已经够多了 然后大家到了线上就会大家就会有一种好像被在家就是加成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要花一些时间就是去想办法 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在线上滑之后 就是负担会变得更大的感觉 那当然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好处也是有啦 就是例如说大家就不用跑那么远就是到实体现场去参加 但当然就是但那你就是如果在实体现场可能比较轻松的事情 就是在虚拟现场可能又不太一样就很多很多不一样 那例如说吃东西这方面刚刚Ellen也有提到 那我再回到就是我们流程上 所以我们流程上就是做了一些改变 然后其实对于G&V中心来说就是活动现场的话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事 在实体现场之前练习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样的就是把 直接把实体的活动变成线上滑 但是它并不是就是直接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开始 大家就是要一起面对就是例如说你上线之后然后你要你要分享 就是分享一幕大家可能可能就会卡一遍然后麦克风问题大家可能又卡第二遍 所以其实去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习惯这些事情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现在活动是有在录影的 然后就是录影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学问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多事情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就是有这样的工作坊来 要请大家一起来讨论是因为其实现在应该在应该在很多地方就是大家就是台湾各地 大家可能都不得不把活动从尸体变成线上 但是我我听我们听到的是就是大家似乎还是就是现在比较多的人 还是走那种就是单向式的互动就是台上人讲话然后台下人就停 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于那个嗯对于办活动的人来说会比较轻松 因为就是呃我就是像现在这样我就是就是 一直讲一直讲开展然后或者很像就是自己对自己讲然后最最难的部分就是到底要如何接受大家的回馈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呃来跟大家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因为呃线上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境就我今天才看到一张图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有一个迷因就是所谓的所谓的线上会就是一群就是很像古代的一群人围在一起通领的过程 对所以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通领的过程呢就是如果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呃台上的那一个人的话他就会很辛苦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的话就会比较顺利所以就是呃其实这个就是从十一遍心上的这个中间 其实就是会需要花花很多时间让大家建立说就是你要其实呃有一个很怎么说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是就是你要怎么怎么从就是被动吸收变成主动参与 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就是从呃方法上跟工具上就是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就是呃我们就是等一下就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讨论说呃 呃我们其实呃跟大家讨论说就是各种活动或是各种各种领域的大家做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是可以怎么来做这样子嗯大概是这样那依杰你要要看你要不要分享一点 好啊我觉得刚刚Base讲到很重要就是我们花了很多力气从去年到现在都一直努力在让大家熟悉变成线上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其实像今天呃我们在活动前都写了很多的操作手册就包含教你怎么用Galatown啊 然后怎么有哪些知识 知识是你可以先知道的 让大家可以在呃比较一样的起跑点来认识新的东西 然后其实像现在如果大家有问题也都可以开麦克风或者是在那个呃讯息栏打字 然后我们就也都会同步回复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呃我们今天活动的共识就是 我也有寄给大家 诶等一下哦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 这边 呃我觉得在Galatown社群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协作的方法跟习惯 那像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共笔就是让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点的很重要的工具 因为像今天的活动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报名餐呃没有办法进来参加 然后事后要补资料的时候那透过共笔他就可以知道今天做了哪些讨论 然后如果你要再跟朋友分享也可以透过这个页面来做就是讯息的记录 然后跟分享这样子当你们要一起再进入下一场活动的时候你们就有同样的基础 那像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的大家都蛮厉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进来之后要关麦克风要关镜头 因为目前Galatown好像没办法从Moderator就是主持人这边来做操控 但是大家都有就是关麦克风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电脑现在很烫你也会知道要关镜头 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大家已经学习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线上活动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后面的话就是回复刚刚前面有人讲到的东西 因为他刚有讲到就是我们一直讲一直讲 但也不知道大家反馈是什么 所以就会很需要停下来确认一下 大家在刚刚的发我们的分享当中有没有什么没有听懂的名词 或者是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也或者是直接看麦克风说 我觉得这就比较像是实体活动那种举手的一个习惯 那当大家都比较可以有这个习惯跟共事的时候 活动就会比较好去进行 再来是刚刚Pace讲到就是在视讯会议室以外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维持讨论 因为确实在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害羞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设备问题 或像刚刚其实我有收到一些朋友说他没有收到行前信 所以进不来会议室 但是这就会变成我们可能要想办法去确认说 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资讯落差 所以很谢谢有些朋友有协助我帮忙就是跟那些没有收到信 或者是找不到信的朋友分享这个活动连结 让他们可以进来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线上会更麻烦的地方 然后也确实会让主办方需要花更多的人力 跟资源跟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像今天的活动其实在开始前我们蛮紧张的 因为有大概我看一下后台统计是有十六十七个朋友 是没有参加过军里面社群没有参加过危机社群的朋友 那会也会担心说是不是自己在就是要调整一下我们分享内容 就是不能有太多的黑话或者是大家听不懂的东西 让我们的讨论可以更顺畅 所以我们也有就是在去找很多社群的朋友 有参与过社群的朋友等一下可以一起帮忙带讨论啊 然后确认大家的讨论是顺畅 然后知道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关于刚刚有讲到 Alan有讲到说一对一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也蛮想等一下可以再问一下Alan 就是关于今天我们使用Galertown他的感想 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是用WebEx 然后我觉得Galertown他在一定程度上面解决了很多 我们需要分小组啊或者是大家要有一对一的讨论 或者是更多的空间这件事情 虽然我猜很多人现在电脑应该跟我一样超级烫 可是我觉得他在做到能够让大家一起有点像实体活动一样这件事情 是真的有花了蛮多的功夫 然后一对一的讨论这一部分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尝试 是在去年的NASA在台湾办的一个育成活动 也是一个黑客松里面 我们有做到是我们就开了一个Google的表单 然后就事前让大家填 就是让参与者填写说 我想要先预定可能讲师的半个小时 然后我有问题想要问他 那这样在那个时段他只要进入会议室的时候 就会是他跟老师一对一的时间 然后这时候就算你要做萤幕分享啊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比较不想让其他同学 知道的一些自己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不过就是要怎么样整合回整个活动 然后让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顺畅的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要再去处理的部分 所以像刚刚BASS他分享的 下个礼拜黑客松的那个页面 其实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上面 然后只要你有问题 应该点某一个连结都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slack 所以只要你敢发问 就是你只要 因为我觉得视讯可能或者是语音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一些障碍 但是只要你敢打字 你真的是躲在镜头后面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就算用一个假ID 我们也会回答你 所以我觉得只要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话 都能够让你的讨论就是继续下去 然后还有一个是活动长度的问题 像我们今天我觉得两个小时 可能算是线上活动一个蛮刚好的时间 就是再长大家就很累 然后再短你又会怕说 我们可能等了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就没有时间做讨论 所以两个小时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但是我们自己也会办八个小时活动 那在去年线上的时候 办八个小时活动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真的是在下午的时候 参与的人数会减少 就是一定会比早上少 但其实这件事情 在实体的黑客松也是会发生的 然后大家在实体黑客松的时候 就是可能累了就会先离开 或者是累了就会睡觉 就是在桌上就直接趴着睡 所以其实你如果在家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只是可能会需要一些 就是你要告诉人家说 我可能站你一下 因为如果你在会场睡觉 大家都知道你在休息 可是你在电脑前的时候 可能有人传讯息给你 你没有回复 那人家就不知道你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的话 可能会是 就是要想可以去怎么做 那其实像今天的会场 在活动大厅外面 我有放了一个小小的 性别友善厕所的图片 因为我就想说 如果你中间想要休息 或想要站你的时候 你把你的角色移动过去 我们大家就知道你去厕所 或者是你 你现在休息一下 那大家就知道说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联络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打字啊 改变你的状态啊 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的会议事上 大家一直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刚刚 针对刚刚的回馈的话 应该会有这些 好 然后 好 欸对啊 那Alan你要不要再 回来一下 然后我们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也蛮想知道 这是你第一次用Gallertown吗 其实不是欸 就上一次的基础建设松 我就有用过Gallertown 但是 这应该是第一次主持 算共同主持一个Gallertown的活动 如果以主持来讲的话 确实是第一次 欸那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们上一次基础松 也是用Gallertown的场地 然后 我觉得那其实蛮接近 就是九松传基础松 在就是分组讨论的时候状况 嗯确实我觉得是已经蛮接近了 因为这段时间我也看到周边很多朋友 也都在尝试不同的软体 那确实在Gallertown上面 他实现了很多其他软体都很难做到的功能 就以刚刚我讲的案例来讲 最直接的是Gallertown 他应该是少数 我猜是少数 能够提供就是在同一个会场里面 有切割会议室功能的一个平台 其他的像我们过去去参加跨国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如果要做这种分组的工作方 他们可能会是用Zoom 或是用其他软体 其他软体我叫不出名字 就不是台湾常用的 然后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他们会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会把你们 可能我现在选要去A会议室 那他们就会有管理者 管理者会主动把你移过去 帐号移过去 那他可能会说 那我们现在在5秒内 大家会陆续移动到各自的会议室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那或者是我们也曾经有参加过一个场次 他的做法更是 更是简单粗暴 就是他说 好我现在A会议室的连结 就在共比的这里 B会议室连结在共比的那里 那大家如果要去就自行移架过去 那其实在我们过往的经验是 无论是这样子做或是那样子做 他都很容易让参加者会有不同层面上面的分心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Gator也是 沙费股心在做这些功能 那我只能说他真的已经解决了蛮大部分的问题了 但是就像刚刚也有提到的 因为我可能看不到大家的脸 或者我看不到大家目前的状况 所以我很难直接再去针对大家现在 在及时的状态下去做 某种程度上的反应 像过去我上课的时候 不可能看到下面的同学还一点困惑 或是都在云游 都在云游的时候可能就讲个笑话 那如果那个 如果很困惑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尝试慢一点 尝试慢一点 那我知道像现在Zoom 或者是其他的会议软体 他甚至还有一个功能 他旁边会有一个模板 像我们今天的模板是有这个表情符号 那像我们上次有一次参加会议 那个会议软体里面有一个模板 上面是写 请讲慢一点 或是这里我听不懂 他的模板是长这样子 那之前我们就是在参加国际会议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不过就是 回到刚刚讲的就是确实 当这些东西转到线上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今天是以实作为主的时候 更多的文件我想是必须的 甚至过去我们所谓的手拔 就是我们以前在做工作坊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我就坐在你旁边 然后一个step 一个step 跟你讲说好 写条目就是按左边这一个键 然后再按这边 再按这边 那现在的这个 再按这边的这一个action 就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截图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即使你已经做到用一个截图 或是很多个截图 在描述这个页面上面的工作的时候 对于新手而言 他们还是有可能在不同的状况下 会产生失误 或是无法跟随你的这些截图的工作内容 他很可能因为 我们最直接的一个状况就是 他可能因为浏览器 或是解析度的不同 排版我们页面排版不一样 他可能就跟不到那一个截图 这个是很直接的几个 过去曾经有遇到过的问题 那就也是简要分享一下 然后回馈一下 嗯好啊 那我觉得如果就是针对 刚刚我们跟Alan分享 如果大家现在有 就是想要问的 我们可以现在先问 然后等一下 我们就是这个QA的环节到 8点半的时候 会开始先讨论 Alan有讲一个COC 就是行为守则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然后就开始分组 或是大家想要去上厕所 也可以先去休息一下 然后应该是说 就是回到 刚刚Alan有讲到的 一对一的这部分 我觉得现在很多老师 其实也都是有遇到这样的困难 就是他也不知道学生的状况 然后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即时的去做反馈 就是会遇到那种 老师其实麦克风没开 然后但他就是很开心的 讲40分钟这种事情 但我觉得至少现在的 呃在大家越来越上手之后 这件事情比较可以去避免掉 就是操作的部分 但是像是新软体 像危机的申请啊 或注册这种事情 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 那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要问的吗 或者是休息一下 像是现在如果我看到某人 比较困惑的时候 我就会Q他来问问题 但是现在没办法 哦线上还有个问题是 就是很好装死 就是如果不想回答的时候 你就说我麦克风听不到 我声音听不到 就可以不回答 诶有人举手 大家想要分享一下 嗨你好 哈啰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可能 会有办线上工作方的需求 然后刚刚好像不晓得是BASS 还是怡姐好像有提到说 在线上办工作方的录影 好像会有一些困难想要问你们 曾经遇过什么样的困难 录影 你说 你说将这个活动录下来这件事吗 嗯 因为好像你只有监长带过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是什么样的问题 或要注意什么 像我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其实在 结束之后 我会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上传到G0V的YouTube上面 然后我录影是用OBS这个软体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 Galatone它已经消耗了我电脑非常多的效能 然后我又同时看录影的时候 其实我电脑现在是一个超级烫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是用笔电 所以我没有双萤幕 所以其实我就是不太好切换画面去做其他事情 就是当我自己是讲者 然后我又要录影的时候 其实它会在操作上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可能切到别的画面 这个Galatone的画面就不见了 所以就是会需要更多分工 或找别的人来支持支援这个部分 那像今天我们其实也有 就是有 我如果是比较就是更严谨或更大的活动 我们也都会再找可能第二个或第三个人 来做录影这件事情 以防说有一个人他发生什么事情没录到 那至少有备员可以去使用 这样子 了解 所以可能就是会被一个人 他可能全程都是把他电脑放着 然后去录影整件这个活动 对 基本上会是这样操作 就那个人就会是一个导播的角色 那在我们实体活动其实也有这样的角色 只是实体活动的时候 大家可以救援的比较多 因为现场就有更多的电脑 可以立刻就补上这个位子 那线上就会更需要预设安排 以及就是先做好协调 因为线上要就是临时去调动的时候 确实会比较困难一点 了解 谢谢 不会 我想补充就是 线上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在事前 做好非常细致的分工 因为就是 你可能要预设就是说 当下可能出状况的时候 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同伴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来帮你 所以其实就是 这部分就还蛮就是 持经验跟事前练习的 所以没有经验的话 就是也需要事前练习 就是 因为甚至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在教育现场 然后很多老师都 好像现在都很强 就是大家可以一边讲课 然后一边录音 然后一边注意学生 看帮人的难题 所以就是 这部分就是大家 会需要的事前练习 就是很重要 然后跟 如何跟同伴就是做好分工 嗯 我这边想补充一下就是 呃 线上的活动记录 呃 最 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 遇到非预期的错误 什么叫非预期的错误 就是 呃 我我我我我 我不是在立 flag 但是就是 我举个例子 救命 你这个要讲 就是突然活动 就是突然活动可能整个 下掉 或者是就是 呃 有能力有办法就是 有办法配源的那些记录组的网路 全部都炸裂 嗯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状况 所以其实呃 原本在 因为其实原本我们在做实体活动的时候 他最好的 他最有优势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GDMV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至少我过去在做危机的活动的时候 我一定是一台机器按录影 一台机器按直播 嗯 所以我网路断了 录影还会有 反案 但是我今天我所有的东西 我都在线上的时候 我只要网路出事 你怎么录都录不到 对这个是呃 在做线上活动记录上面 我觉得是会有更困难的地方 那包含其实刚刚 嗯 是啊是啊 然后包含刚刚呃 今天有付费 今天是有付费 对今天是有付费的 刚刚其实有人有回馈说 哎好像我的声音断断续续 那如果说但是其他人其实没事 那如果说今天 那个断断续续的人 刚好是 别的那个重新进来就好了 哦 就是如果刚好那个断断续续的人 是记录的 那他录到的东西就会是断断续续的 那我刚刚有刚刚有讲到 嗯 刚刚有说重新进来就好 然后 呃 而且就 延续刚刚这个 线上断线话题 就像我家 昨天跟今天 都各停电了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家社区停电 所以我今天早上超害怕 我今天笑 我讲完一半的时候消失 因为停电的关系 这种就是线上很不可控的事情 这样子 嗯 好 那我先稍微讲一下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流程 就是 等一下我们如果进入分组 大家如果 刚刚有先逛了一下地图 会看到左边有四间会议室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三十个人 就会分成四组 然后 每组应该会是六到七个人 所以你就是看到一个你喜欢的图片 你就进去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 现在是有炸鸡 然后有迷迭香 有一只狗跟一只猫 所以就是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想要什么 就是要进入哪一间房间进去 然后 因为我们就是二十九个人嘛 所以除以四的话 应该一间是七到八个人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间超过七个人的话 你就不能再进去了 你就要去找下一间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组方式 我原本有想说 就是大家一排去第一间什么的 但后来觉得有趣一点 所以我就在活动前 跟我们的小组长们 征集了一下 他们现在有养的宠物跟 跟那个植物 以及你想画的东西 所以就是 呃 会放在门口 然后大家就会做这个分组 但在这个之前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讨论 就是有一个COC的部分 有一位询问说 呃 限制会议进入的人数 他的限制方式就是 呃 Galertown的部分 他的限制方式是 你可以锁密码 或是你可以锁密码 或是你可以锁密码 就是进入的这个email 要是什么密码的人 可以进来 然后第三个是用白名单的 就是mail的白名单的方式 在你进入活动之前 呃 我们可以去设定 去做这个白名单 然后让只有白名单的mail 可以进入这个活动 其他人就会被挡在外面 然后 刚刚有提到行迁瑞流程 对 Galertown的空间 呃不管是Galertown 或者是那个会议室 其实都是要事先先创好的 那Galertown 因为我们这次有付费 所以你一定要先创好空间 才能去跟他做付费的动作 然后呃 在之前的活动是 我们会议室也都会先创好 因为要发行前信给大家 就是通知连结是哪一个 所以这是一定会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是我们 如果是那种跨国或很重要的活动 一定都会再做预言 就是在活动前 请大家都先上线 然后预言说 嗯 我们可能会碰到什么流程 整个走一遍 然后确认大家都没有漏掉 然后 要讲话的人 一定要确认他的麦克风 他网路都OK 因为就是也会有人是那种 他网路OK 可是他其实麦克风很烂 但我就第一必需要很委婉的事前 告诉他说 那个你的麦克风好像有点小声 可能要换一个 或者是做一点改变 以免就是到活动当天的时候他超小声 然后没有人听到他在讲什么 然后团团有问了一下说 提早串会需要多处费用吗 不会 因为他这个空间 我买的是时段 就是今天这个空间的7点半到9点半 我需要在一个40人的空间办活动 所以他是这个时间才会把我们移到比较好的server 其他时间都是免费空间 所以等下超过9点半 待在里面也不会怎样 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只是其实我们已经被移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然后 哦 刚刚有举手 但主持人没有看到举手 那个 我不确认其他人 但我个人是 我的电脑在Galertout上看emoji 就是反应我 就是只有看到白白的东西 就是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现在唯一可以看到emoji是爱心 就是大家跳舞的那个爱心 我其实看得到 只是因为以前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就没有说 对 现在团团还有问题 团团要不要 也可以开麦克风开 也可以开麦克风讲 就是你知道增加一点互动性 不然都只有我们在讲话 团团先好了 等一下团团先 不好意思我是团团 就是Wiki Women 就是维基百科这边 女性社群的组织者 因为其实我们 7月要办那个 艺术家女性主义编辑手 然后 我们也会想要用那个Gather的 这个平台这样 对 所以 其实我有整理一些问题 但我想说 比较琐碎的 也许我活动之后再请教 然后 然后 我刚才 除了那个空间付费的问题之外 我其实也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 G0V这边在事前准备的时候 就是因为 有可能会 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在行签的时候 都有办法上线嘛 那在活动当天 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工作人员彼此互相贬斥 是刚才那个 前面分享的时候 有提到那个细流那一块 会把工作人员的ID先都写在上面吗 这个部分 现在Alan在share screen吗 Alan是要分享什么吗 没有 我只是在 特试 因为有人问说 是不是分享画面 就看不到 其实你那个 如果你在分享画面的时候 右上角有一个缩小的键 你按了之后 你就会回到地图上 然后 刚刚说到细流部分 我可以分享一下 G0V的细流 我找一下 稍等了 就是我们其实 对 没错 我们是会有一个细流 然后 会去把所有工作人员 该做什么都写在上面 然后 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实体或线上 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 只是在线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得更细 这样子 那 有点是好奇 因为假设说 就是今天有一些工作人员 就是他可能在活动之前 他是彼此不是互相认识的 那因为进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大家都会自己设逆程嘛 嗯 所以这个部分是 呃 是不是要变成说 他们先提供给我们 他们要设的ID名称 这样 也许细流 再把这块加进来 他们才有办法互相辨识 还是说 你们会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 呃 我觉得不管 呃 其实不管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活动或其他活动 他都有 像现在你看我的名字 我可以在我前面直接加 step 嗯 嗯 那你现在看我的名字 就会变成step 一姐 所以如果 就这其实是每个 会议室都有的功能 不是只有get the tongue 可以做到 所以这部分 应该是比较 没有这么 这么这么 这么可怕 好 然后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那个 今天 Ellen有分享 那个 G0V的hackMD 的共语 嗯 对然后我发现 因为我的hackMD 是直接 穿Facebook的帐号 嗯 然后我 我现在是 以登录的状态 但是我在 呃 G0V的这个 这个 ID下面的 hackMD文件里面 我是没有办法编辑 他会要求我再 sign in 就是要求我再登录 可是我如果说 在登录的过程 在串那个 Facebook的 ID的话 他会跳出 错误的显示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 G0V的hackMD上面 那这可能是 某一个 这可能是要跟 HackMD反映的东西 我们会去 问一下他们 OK 好 Base有要補充什么吗 没有 这就是hackMD的部分 对 那 呃 你们之前有碰过 这样的状况吗 就是 没有办法编辑 登录没有办法编辑 还是说就是 只能等hackMD处理 呃 如果 如果你是那个 就是登录的状况 有问题的话 就是hackMD他们有就是他们 回报问题的一个管道 那你可能可以试试看 或者是你就是改成其他的账号 例如说Google 之类的 OK 对 因为脸书好像被摩尼当掉 好 了解 因为以前已经有建立一些东西 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创业 好 了解 谢谢 就是 哦 然后 然后 补充一下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givv的hackMD 跟那个一般的hackMD 是不同的站 所以就是 如果你 之前是在hackMD 有登录过的话 呃 在givv hackMD 是另外一个站 所以其实你就是 会需要再重新创造一个 新的账号 这样子 嗯 你好 我是那个 危机数据台中地方学的主持人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这个学生远端 他可能会有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那这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学生 一样是分享画面的方式 让我们有办法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有办法类似那种 然后去协助他去操作 然后甚至给他投射到不同的这个学生的这个 那个 就是类似我们在学校做广播 然后去做远端协助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软体 有支援这样子 嗯 我觉得呃就是分享的部分 远端操作会有点像有一个东西叫teamviewer 是可以连去别人的电脑里面 但是因为那个会牵扯到很多权限跟设定的问题 我觉得在远距域上面来说 你不如请学生直接写截图 传赖给你会比较快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确认他的状况的话 在最简单的流程下来说 处理这些事情会比较好 那我们之前在想就是要简合学生的作业这件事 我们其实是有想到一个方法 是说我们请大家都就是我们会开个Google表单 然后那个表单的问题可能就是你今天这一次 比如说Wiki的某一个条目 然后他要打的东西 那他就直接打在那里面 然后因为Google表单都会回传 变成Excel的那个试算表的格式 所以在那边我们也可以把学生的名字隐藏起来 就是我们就针对他的回复去做评论说 这样子写不OK 这样子有哪里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由老师这边来操作分享 我觉得在整个流程上面会是比较顺畅的 谢谢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这也是我们之前受课经验就是 其实你可能在 你如果真的是去广播同学的画面 到公众的画面的话 可能有在某些状况下 对学生的心理状况 可能是比较不舒服的 所以这件事情在操作下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在非必要的状况下 可能也不太适合直接 真的点名说 怎么样怎么样 会比较好 那就像刚刚讲的 可能直接截图会是一个 最直接最快的方式 那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想要针对刚刚 那个就是在名字里面打 staff这件事情做一个补充 就是 呃 我们之前在参加跨国的会议的时候 他们的主持人好像有被训练 或是有被 特别提到说 可能要主动的去cue 大家 主动去cue大家讲话 像是我可能 现在就会开始从第一排第一位 开始cue 说那你要不要上来讲讲话 你要不要上来讲讲话 所以他们有设计一个机制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讲话 或是你没有办法讲话的话 你就在ID后面 括号打 静音 哦 那他们就不会给你讲话 我其实原本的想法是 我原本的想法是 我画一曲 就是我不想开麦曲 就是你如果不想开麦 你做过去 这样我比较 我比较快可以辨识这样子 对 对 就是他们有这样子 然后包含像是 他们也会在后面括号说 呃 要用 因为在英文上面 呃 那个不同性别的称谓 发音上会不同 会有he 跟shu 或者z 那他们后面也包含 也会 特别会在后面括号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称谓词 称谓我 好 不好意思打断你 因为我这边就是分享一下回复 刚刚讲到SOP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 去年办线上的时候的SOP 就是 我们的流程 我们都会做这样的细流 就是谁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 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咖啡社 就是名字 就是工作人员 或是主持人 然后 所有该做的 我们都会写好 就是超细的 就是每一个事情要做什么 然后要cue谁 要操控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写的超清楚 这样子当 比如说我当机了 那Base如果是我的备员 他就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 他不会说我不知道以杰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救我 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就为了线上活动 我们就 势必得写得超级清楚 这样子 但是其实在线上 呃实体活动 我们也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 背缘这件事本来就是 不管实体或线上 都需要的 可是因为毕竟实体断掉了 你可以 比如跑去找那个问啊 或干嘛的 但是线上真的就是 你可能会完全联络不到对方 所以这会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样子 好那 接下来这个环节想要 跟大家聊一下 COC的部分 那其实 嗯 我先说一下COC好了 可能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 我不太知道COC是什么 COC的英文是 code of conduct 就是行为守则 如果你有收到 行前信的话 我有附上一个 是危机的社群 呃 台湾危机媒体的行为守则 这样子 然后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希望 大家在参与 线上活动的时候 是 可以有一些 大家的 共同认知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 讲话要有礼貌一点 就是 应该说你现实上 不会对人家这样讲话 你在线上 或在打字 但是也不应该这样 对人家讲话 比如说什么 一奶大大 什么三十公分 这种东西就是 你对一个人见面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有谁可以说的出口 所以就是像这些词 比较会 觉得有争议 或比较容易冒犯到人的东西 然后你也不知道 这到底算玩笑 还是会越线的东西 就是 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样 那让我们所有参与者 都是在比较 友善的环境 那如果你在活动中 有觉得不舒服 也都可以在 跟主办单位反应 我们也会尽可能去做处理 这样子 所以 这是COC 行为守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保障大家友善的环境 然后 GNV社群 也有GNV社群的活动 行为守则 不过因为 今天GNV跟 危机一起合办的时候 我们就选了 比较严格的版本 就是危机的版本 那现在Alan在分享一幕 他也可以放大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看 危机的版本 目前的状况 可能要夹夹 因为有点小 那我先先来互动一下 就是 他有没有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 投票系统 什么的 这一个 是好像没有耶 哦 没有哦 但你可以叫大家打字 可以请大家打在那个讯息框 大家可以举手 就是 行前 有看行为准则的 请举手 我不知道哪个字举手 对不起 4 5 6 7 7个 8个 好 那大概 这样目测下来 感觉有一半人有看 他一半人没有看 那行为准则 就像刚刚以前讲的 那如果要再讲的更 如果要再讲的更 平实一点的说法的话 这个行为准则 就是你每次在下载 下载APP 或是下载应用程式的时候 你永远都会写我同意 然后你永远不会去看的那个东西 如果要讲的更白话一点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 来聊一下COC的部分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 我们过去我们在做 呃活动的时候 我们过去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COC 其实他是 哎界线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我今天我踏入活动会场 或者是我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我来到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这个 呃COC的守折范围内 那但是反正 但是 今天我们到了线上之后 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 其实 今天在线上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认 你可以认定说 好 呃你只要有进会议室 才算是参加活动 那你没有到这个会议室 你就不算参加活动 但是呃就像刚刚讲的 你可能在整个会议室内 或者是会议室外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无论是呃线下的 或是线上的其他的互动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呃COC的管辖范围呢 以及那个实际的界限在哪里 这个其实是想要带大家来讨论一下 或是带大家聊一下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呃维基的COC的话 就会看到说其实维基的COC是 就是有跟简要版跟完整版 那完整版其实有蛮多的内容 呃我要讲很直接就是 他里面有蛮多的内容 都是不是给参与者看的 因为在维基的社群活动里面 不是只有参与者一种角色而已 任何的呃就好像在GTV里面 会有所谓的坑主 那坑主可能在这份COC里面 他可能就已经不是参与者 他会比较偏向是组织者 所以会有不同的状况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会在里面 会有更多不同的环节 呃在断写说 哎如果你今天的角色是参与者 你呃应该可以做的事情 跟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组织者则是呃如果发生这些事情 或是一样也是你应该有的事情 跟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以及如果在活动中真的发生了某些事 那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呃维基COC之所以 可能比上GTV的COC 呃来讲内容多很多的主要一个原因 呃 对应该多很多 对 那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还没有去看的朋友 可以再去稍微去看一下 那我想就是 我前面简单先说明到这里 那我觉得 因为目前已经有人举手 我觉得就先让举手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那先让Jesse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 麦克风可能要记得开哦 如果有关掉的话 对 我的举手是刚刚那个回复的 哈哈哈哈 好 这样子吗 投票没有放掉了 对 投票还没有放掉是不是 好 好 好没关系 那那你要记得再去点一下哦 不然他可能会一直举 哈哈哈 好 对 对 对 或者是你要按 我不知道按克力尔会不会握手 手很痠 手很痠 好 好 好 那所以 欸想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第一个部分是 今天大家在作为线上活 线上活动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COC的时候 会有 呃什么想法 然后再来就是 你们觉得在这个COC的实际的范围上 应该要 是不是应该要更明确的界线 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是 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在线上 我们是观察不到的 好像是我可能现在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左边的那个 那个 讯息 他除了to everyone 他可以to 单一的人 可以私讯给别人 嗯 但是我私讯给单一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作为staff 我们不知道 可不可以私讯给我 或是任何一方私讯给我 好 那这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一起讨论的部分 我觉得这块有点硬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就是在COC的部分 G0V社群是透过了很多次痛苦的开会 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因为G0V的性质 在之前一直也都是实体跟线上并进 所以我们的规范跟危机真的会比较不一样 然后我这边可以一幕分享一下 G0V的COC 就是 如果看一下大概就这样 就是 我们就是要提供友善 没有骚扰的环境 然后不要歧视 这样子 就是很简单 但是这件事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想很久 然后如果大家在共笔上有看到的话 他有很多版本 然后各语言版本 然后长的短的跟以前的 就是 他也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修改跟迭代 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 如果能够在至少在线上参与的部分 能够保持这样子的立场就不错 而且我其实觉得 COC 就是G0V的COC 在slack上面 是蛮明显可以看到 因为打字的时候 大家比较容易失去分寸 就是 打字的时候比较 不会想那么多 然后所以如果你在G0V的slack上面 打了一些比较 攻击性 或者是比较偏颇的言论的时候 通常你会得到的就是一个问号的表情 就是大家也不会跟你吵架 也不会特别说 欸你不能这样 可能就是会跟你说 就是会给你的问号 然后这件事就会过去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的 很多新参者 或有一些参与者的状况下来说 我觉得至少 虽然也许大家没看 但是大家都蛮有默契的 在遵守这个COC 然后确实COC如果写太长 真的也不会有人看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 Wiki之后有想要改版的话 可以朝重简的方向去规范 所以我们才会有减要版跟完整版 对 就是一般会中 对 对 一般会中毒 没错 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听过 就是有些活动会像去年Summit 有场地就是会带会中 朗读COC 那要是朗读我们的完整版 应该会吐血 对啊 去年应该就是因为有朗读缓解 其实去年我记得应该是几乎每个场地 都有规范说 要先带大家一起朗读一次COC 就是确保强迫大家一起看一次 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确实是在整个活动营造 跟讨论上面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GINV社群很重要一点就是 一是你不要只打嘴炮 你一定要就是能够有一些贡献 或者是讲一些有建设性的话 讲一些没有建设性的话 就是会对于讨论没有帮助 所以在这样子的共识上面 大家一起做事会比较好 诶好啊那我觉得9点钟了 我觉得要不要我们就开始分组 因为我们就也慢结束嘛 那我们就分组 然后9点20回来这边 好啊 好那我们就 刚刚有讲的就是 你就找一间会议室进去 然后现在28个人 所以7个人是那间会议室最多的人数 所以大家自己算一下 那我们小组长就也自己散开 对对对 GoGo 好我就分享 对你分享那个共识 然后我们就顺着讲下去 好等一下哦 谢谢现在还有22个人跟我们一起讨论 真是太棒了 好 我来分享我的画面 大家都看得清楚吗 现在这样是有分享成功的吗 有的 不过可以再放大一点点 放大 这样如何 好的那先交给你 好 那感谢大家 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门口信物是香草 香草 那这次的与会者其实有 其实有四位 有静雯 Honky RS跟Sung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是简单的 讲一下大家的 为什么今天会来这个活动 有点漏掉了我的简介 那我也顺便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台南新雅静雯 那其实我们这一组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很 非常非常的 分享非常的多 因为以我自己来说 虽然我担任小组长 但我应该算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正式的举办 线上的社群活动 那其实今天三位 就是在这一组的人 也带来很多经验的分享 那Honky 他是OpenLab的 社群共同发起人 那其实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和不同的社群 成立一个半半学的 这共笔 他们是一个社群 那可以用线上陪伴的方式 去让大家学习 可以不用那么孤单 然后也可以更多人 一起展开讨论 那RS 他就是中研院的法院 法律所助理 研究助理这样子 那接下来也是在讨论说 因为疫情关系 是要把Syscon就是改成线上化 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新参与者就是敢讲话 也是他们现在在实验的目标 那等一下也会提到他们现在就是有先用了其他的媒介 然后算是试实验跟偷跑 那Sung的话是他们目前已经有用Galertown就是实际的去办理三到五场的活动 其实应该算是听起来他们的活动办理已经有一个Round成一个SOP跟稳健的形态 包括说大概会有三到五位的工作人员 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分配工作 有些人可能是负责现场现场要收集互动 或者是主持人就是做空中广播跟文字记录手这样子 那有先把大家的分享就是组个就是稍微就是详细一点的写在共笔上 然后因为只有三分钟我觉得就是进到我这边的总结 然后也可以让其他就是还在线上的参与者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讲讲今天讨论下来的感想这样子 我这边帮大家总结其实就是三位都算是有线上办理活动的经验的 那今天大家在讲的是媒介不同的效果其实也会不同 因为以今天我们这一组讨论的话是有Galertown跟Zoom还有Discord三种 对那每一种可以达到的效果跟实际起来体验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型的活动就会更需要事前的练习跟排练 这个是母用至义这样对那我就把麦克风换给就是这一组的其他人讲讲就是今天的心得好的 好那有没有谁想先阿易斯或者是上根 就是讲讲今天讨论的心得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今天听Honky在分享他们测就是不同的软体 然后就是练习练习练习和再练习 然后在那个还有那个San他分享到说就是他们怎么在规划就是进行现在活动互动 然后找人扮演机器人和引导人的角色让人可以快速上手 我觉得都是学到蛮多的地方对 哎静文要继续 嗯好继续cue一下我们这组的其他人吗 有吗 嗯上有想要讲讲看吗 其实我觉得上应该算是听起来他们已经跑了三到五场了 对这个数量还蛮多的就是城市让人他们在举办就是目前三到五场使用Gatertown的活动下来 其实刚刚有提到是说他们整个运作架构都还蛮稳健的了 上要不要也讲讲 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这一次刚刚的讨论收获很大的是学习到其他的软体 因为我们去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使用另外一个就是参与者已经刷卡买下去 就是相对来讲整个对使用者更方便而且可以节省能力成本的论 当然因为我们担心有治安的问题所以要使用 不过因为我们组织的人力很精简 然后刚刚了解到说整个付费版本可以节省很多事后的整理 整理的人力跟时间行李的话可能会成为是营运用的就是软体使用 但目前的话我们对外的活动会继续可能会继续使用Gatertown 这样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其他人使用的心得 然后觉得有很大的灵感激发在营运层面上 谢谢 那我不好意思我私心想要问一下就是 城市当人这边会考虑把一些SOP 或者是一些操作的东西整理成一些文件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像今天我猜应该有写了一些共笔 不过如果比较完整的部分有没有机会是可以就是分享 变成文件 然后你们也不用就一直被邀请说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小时吗 这样子 就是 没有问题啊 太好了 我们六月二十八礼拜一的时候会有长说明会 那在那之前的话我自己在那里有矫正 因为是比较担任营运的话 我会有一个线上工作的流程表 到时候可能就是再给乙杰好了 好啊好啊 我会再会整一下提供给大家 谢谢超级感谢你们 不会 好 好感谢就是乙杰显出退坑 就是让我们其实有更多不同的社群 他们在做电商活动的活动可以谈好 这样子 那就最后一位轰吉来讲一下 好了 不好意思我刚才去喝茶 对 我跟你说 这边是要分享什么的部分 都可以啊 嗯 没有 我是真的 诶 我个人觉得啊 自己用那个慢慢学到 已经迟行快一个月了 然后每 每天晚上都有 都有活动 今天要生下来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时间前就是大家就是在建立一个 呃 被迫建立一个现象交流的一个 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练习 如果自己现在有有空也会 会 会找一些朋友 或是在相关的社群上 如果你要练习 要欢迎来找我 那 透过这种练习方式 我也在练习 如何跟透过这种视讯软体 跟人家跟 跟别人互动 所以 我的想法是 面对这些事情 我觉得 也是 也是在练习怎么做 然后看看大家的 的 经营线上活动 或是 那个发言跟 那个主持人的能力 我觉得这件事都是 需要不停的在练习的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好 谢谢 那 所以静文这边 分享的 差不多 就是我们 这一组的 今天 讨论 我觉得应该 之后 我觉得这个共笔 我应该会开一区 就是 大家如果想要补充任何 SOP文件 或者是你们的经验 的共笔 我们就集合在这边 然后 也许未来可以整理成一个更大的 公笔给其他人一起来增加 或者是参考 就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打造的一个坑 就是 收集所有人在 Galertown 或者是线上活动的一些 一些资讯 然后我们也许可以之后 再来做一些统整 这样子 那我们就 进入到下一组 是 好 静文要麻烦你滑一下镜头 那个 大家好 我是炸鸡组的 耶 你可能要快一点 哈哈哈 时间紧步 别问我说要放什么 我就说放快炸鸡吧 好 那 那个 我们这一组 人比较多 那大家其实 都分享了蛮多事情 那 首先我们先从 就是学生的部分 嗯 就会发生一个状况是说 诶 只会有 可能 只有老师会开镜头 那同学都可能 都只有画着 那这时候 诶 点名的时候啊 手机板可能也会有问题啊 然后同学可能也会装死 等等等等的 哦 那通常只有 会要强迫开镜头的时候 呃 参加者才会比较认真 然后 可是 当然 那个 那个 有兴趣的人 他在会后的时候 还是 还是会主动的去问一些问题 反而在课程上面 比较不容易 发生那个互动 要到 课程后面才有办法 才会发生这样的互动 那 那 再来是我们第二位参与者的 Jade 他 现在正在 他是一位美国的朋友 那他 来台湾 现在正在帮 人家设计那个Gater Town的地图 那 在线上做过志工 背课 上过课 然后大部分我们听过的通讯人体 他都有用过 那他说他比较下来 他觉得 Gater Town应该是目前最棒的 那 润用久了 蛮累的 只是 就是小缺点就是 Gater Town到现在还没有手机版 就变成说你一定要在家里 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 打开你的电脑 或者打开你的notebook 才有办法用 那 到下一位 廷宏就跟我们分享说 呃 在实体的时候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会有排版啊 会有 各式各样的东西 可以去协助教学 那 在目前 改成只有做线上的时候 会遇到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 设备上面的门槛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存用OBS切换 难度会很高 或者是品质会不太好 那 再来到Ben的分享 那 Ben跟我们讲说 那一份那个Gater Town的使用教学 就是他写的 就是他写的 然后感谢他感谢那个 我们把它放上去 他跑去准备等一下 开会要用的东西了 那他这边有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 他觉得Gater Town是比较以场景体验为导向 那 那线上授课的时候 如果是在帮企业授课 企业可以要求员工一定要开镜头 那强制一定要开镜头的时候 才比较有办法去做一些破冰的游戏 但是如果说是那种 像我们是比较轻松的聚会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强制大家去开镜头的时候 以至于整个流程就是没有进行破冰活动的话 会比较没办法继续推进课程 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建议说 可能10到20分钟就要设计课程中要有互动的环节 那再来是Yu 那Yu刚刚也跑去要上班了 跑去上班了 那他说他最近都在Wall from Home 然后常常参加一些线上的活动 那他有提到说 在美国他们的线上活动 在准备开始之前都会放一个有点像intro的音乐 然后音乐一结束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活动要开始了 那他也跟我分享说 国外的老师有跟他分享说 活动可以拆分成更小的单元 然后可能每个活动只拆成10分钟或20分钟 然后可能用一个比较硬的活动结束之后 接下来安排一个互动的活动 然后再安排一个比较硬的活动 再安排一个互动的活动 那另外他也有提到说 他们有时候在进行一个会议的时候 今天可能要讨论的会议 可能是要讨论某个主题 那可能会用那个主题 在会议前做一个小的主题聊天 可能是闲聊 就是有主题的闲聊 像是分享一个最近想去的地方 或者是等等的 或者是说 如果今天是要讨论一些课程的话 那可能就针对那课程前面 先做一个小的闲聊 让大家可以进入那个互动的状态 那附跟我们分享说 他目前在投顾业工作 那跟主管用线上会议的时候 会比较难进行讨论 那有时候讨论时间会被拉更长 那跟实体的讨论比起来 会比较没有办法更直接的了解说 对方要做什么 或者是没办法比较直接的知道说 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做 那Jaf跟我们分享说 他在转体业工作 那公司主要都用GC跟Google Meet 那因为是在公司里面 所以如果有些东西 不能用语音跟文件解决 就会用页面分享来处理 那他自己在各个工具下使用下 就觉得说 好像除了Get A Time以外 其他的工具都差不多 那最后 我们后面在讨论的时候 Ben有跟我们聊到 就是说 就是这个企业 其实最近都有在讨论 就是在去年一年的演练里面 都有在讨论说 其实要用哪个软体 是他们有在 在这一段时间 就已经有进行讨论的重点 那他说他们也会针对不同企业使用不同软体 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这边自己也回馈一下 我之前参加线上会议的经验 就是我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讲过 就是在他们的休息时间 像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休息时间 那在美国 在国外他们的会议的休息时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YouTube 假设我休息五分钟 他们就去YouTube 找一个五分钟的倒数计时 然后他的画面是倒数五分钟 然后放出来的音乐就是那种 水晶音乐或是轻松的音乐 然后倒数一结束 就跟大家讲说 休息结束了 休息结束了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组的一些大概的分享 感谢 好 那我们就速速进到下一组 下一组应该会是我们这一组 狗狗组 这只狗 因为狗就是我家养的狗 所以就放了狗的照片 那上面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一些简介 跟为什么来参加的原因 然后我们讨论的是 比较从主题性来讨论 然后可能要麻烦静文再往下一面一点 就是从活动时常开始 目前我们听起来 大家参与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在一到两个小时之间 然后应该只有可能社群会有到八小时这样的活动 所以其实在八小时的活动 我们刚刚讨论可能会需要 一样就是有主题式的 然后中间可能就放计时器啊 或者是大家一起带一些运动 就是伸展一下 然后也不一定要开镜头 但就是大家自己知道说 可以跟着大家动一动休息时间 然后再回复到刚刚前面有讲到一些 就是大家上课如果每开镜头 或就是一直对于课程好像没有反应的话 刚刚有一位朋友分享的是说 就是像老师在上课 他就会说大家听懂的话帮我打个666 这样子 那大家就会刷一排666 大家就知道说我有听进去 或学生有听进去 虽然他们可能不方便开镜头 或不方便开麦克风 但是就是可以把它做出来 然后在操作的部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在Galertown有些人电脑 可能会断断续续有些人不会 那也许我们可能之后就是 会需要列出一些硬体规格 或网路规格 让大家知道说 是不是我这样子是适合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或者是我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我的网路啊等等的 让每个人都知道说自己的硬体设备状况这样 然后再到互动方式的部分 有提到说 因为其实在多人的环境下面 大家可能比较不敢说话 就是像我们刚才大会议室做 30个人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不敢讲话 可是我们换到小会议室的时候 大家讨论就蛮热络的 然后所以有提到说是 一种方式是就是你可以鼓吹大家 有些软体是可以换你的镜头背景 所以你可能换一支长景录在旁边 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就愿意开镜头 那或者是用大风吹的方式点人 就是老师会说 今天可能有早餐吃三明治的同学来回答 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 就是点人 然后去互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传笔 就是因为如果视讯镜头 大家就是都开着的话 我们就可以笔从比如说从我 然后再传到Alan再传到Honky之类的 就是用这些方式去鼓励大家进行互动跟开镜头 然后破冰的部分是就是我们有介绍一下slido 社群常用的一个匿名提问的工具 让大家在提问的时候 比较不会怕说我露出我的名字 不敢讲话等等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是 刚刚没有提到是一对一的speed date 就有点像是快速向心的那种 我们就是每个人 就可能一个桌子 然后就那个桌子只有两个人 然后我们就是讲一分钟之后 我们就轮下一个轮下一个 用这样的方式鼓励大家去认识彼此 然后去破冰 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好可能要麻烦静我们再往下拉一点 嗯好OK 那我们这组分享快速分享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贝斯 呃我这边也快速分享一下 就是 呃我们这边就是就是 就是有就是呃 台湾Gatertown User Group的朋友 还有Wiki我们的朋友 还有一些就是 平常有在办会的朋友们 然后 大家其实就是有 也是有讲了一下就是之前用 用其他视讯软体的经验 然后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要就是 怎么可以好好利用就是 Gatertown来办活动的一些讨论这样子 对然后 呃我们主要是以就是 就是GVH歌颂为例 然后来讨论一些就是可能 会遇到的情境 然后我觉得一些还有蛮有趣的 地点像是Milo有分享到就是呃 这个气氛里面 所以他们其实有开始想一些就是 在Gatertown上面的一些破冰活动 可以怎么玩 听说有叫有什么电流几几磅之类的 然后大风吹就是一些呃有趣的在Gatertown 可以玩的呃破冰的活动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要讨论到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境 可以怎么用Gatertown来就是更好的发挥 就是每个活动的 的就是如何提升就是活动的品质这样子 例如说呃就是Wiki Women的团团就是有有 我们有一起讨论一些就是在编辑中现场 可能遇到的情境 那例如说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能还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是在编辑中现场那呃 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编辑条目 然后其实就是呃如何就是安排就是老手 跟新手新手一对一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就还可之后可以 我们继续来练习这件事就是如何 我们可以在Gatertown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 就是真的会很接近就是实体的 不知道会不会很接近实体的体验这样子 然后然后我们最后也要讨论说就是 除了刚刚就是就是呃呃 办活动的情境除了刚刚一开始的 例如说自我介绍或者是呃破冰 或者是最后我们有说就是例如说 像在呃台上这样子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就是嗯被观众鼓动 所以就是有有举了一个之前在大叔用过的例子 就是那个我们会用弹幕 就是让弹幕让大家可以在那个 CX上面欢呼 然后欢呼的内容 会及时的投到我们的的OBS上 然后再打打到YouTube上面 让呃呃很多人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讨论的还蛮多 就是真的是呃情境上的内容 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善 嗯然后呃呃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之后可以继续来练习这样子 以上是我们这边的分享 然后我们这组的有其他的 我帮你然后简单再分享一下吗 好应该是没有 那就会先交给子智了 好 诶那我们应该都分享完毕了 诶现在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齁 好 因为我弄到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开麦 好 那我们应该活动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我会就是把会后问卷等一下补上网址 然后也会寄那个那个用KKT的寄信 那如果没有收到信 我会再另外传给Milo他们 就是如果没有收到信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回馈一下 然后写一下今天的那个问卷 让我们知道说大家对于这次活动的满意度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之后再做这样的交流 今天我是觉得蛮开心 因为听到真的很多不同面向的朋友 在办线上活动的反馈